Odia Jungle Odia Jungle 风雨中,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员周碧文,为学员们讲述先列们的英勇事迹,深深触动大家的心灵。陆军军医大学官兵风雨中既电先列取兵社在活动现场。 该校基础医学院学员周敬杰说,那是一种精神,一种坚真不屈,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,是一种信仰,一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信仰。 连日来,陆军军医大学结合传承红色基因,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,持续组织官兵开展祭奠革命先列活动,在慎重追远寄托埃思中,比例战斗精神传承红色基因。 士官学校学员向梯子沟突围战英烈献花张海强设,4月4日上午,该校士官学校官兵和革命烈士后代来到河北省顺平县白银驼,共同祭奠77年前,在梯子沟突围战中牺牲的先列。 1941年秋,日本帝国主义集结重兵队,禁察纪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,士官学校师生带着伤病员转移至白银驼梯子沟到士官一代时,遭遇2000与宁日军堵截,面对时被鱼挤,武装道雅齿的日寇,陷入绝境的师生们,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,150余名师生和伤病员壮烈牺牲,无一人投降或被俘, 学校白铸恩同向前纪念先辈,华北军区烈士陵园,向白铸恩墓敬献花篮,纪念梯子沟突围战学校殷列,纪念张力烈士在祭奠活动中,士官学校学员刘宇航说,今天我们来到这里,就是要汲取革命先列的精神力量,把理想信念的活种,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, 事官学校学员向梯子勾突围战英列献花李宗盛社,4月4日下午,该校西南医院在门诊部文化广场举行缅怀黎敖院士活动,医护人员代表向黎敖院士同向敬献花篮,全体人员向同向三鞠躬,共同表达对黎敖院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思,黎敖院士是我国 烧伤医学的创始人之一,堪称烧伤医学领域太陡,抢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,烧伤就致力达99%,成为中国工程院第一位烧伤专业院士,西南医院举行缅怀黎敖院士活动, 为红评设如今,事成包裹,艰苦奋斗,勇创一流,精心欲才的黎敖精神,已成为该校弘扬的院士精神的生动写照,并构成该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4月初,该校新桥医院神经内科党支部专程,前往弘延纪念馆,举行一征容岁月,免弘延英烈,做新时代好党员主题党日活动,进一步激发党员的主人翁意识, 更好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,呼吸科医护人员和毛宝林教授的学生,则陆续在老人家雕像前,献上一束束鲜花,表达对老专家的敬仰怀念之情,新桥医院神经内科在弘延纪念馆,开展一征容岁月,免弘延英烈,做新时代好党员,主题党日活动曾礼设来源中国陆军,ID,ARMY81CN, 作者胡鸿生摄影魏鸿平,徐滨,曾礼,张海强,李宗盛,乔颖,高刘,王怡仁,黄处哲看期,2018-07337本期编辰,钱小虎职班编辑,韩成李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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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